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跟师父一起念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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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身唯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手持 愿解如来真实意 戒律学该要 我们继续把持戒政见再继续演说 上次请各位先预洗 我们这一两堂课都停留在 这个和尚开示里面的讲的 以六以七 忏悔跟加行 那么忏悔呢 就是我们受戒以来 一些轻重在持守的过程里面 你不曾毁犯的 那你是 我想不曾毁犯的 能表达出来大概就菩萨 这个二地以上 就持戒清净了 一地还在离构 二地以上 就是已经具足戒法 那八地以上 就是我们讲的本来清净 印证这样子 凡本清缘 心不照做 那等一下我们讲 为什么要忏悔 因为你以为没有 你以为你做的对的 你都在这个状态 从事项上你的修行 从观念上你的理解 你不要以为你没有 理事俱为 所以这个观念先有 谁说的 佛说的 那你是不是孝顺之子 还是你是个叛逆之子 这个观念 你就问自己 所以修行人 入门三规 受五戒 发心受戒 一步一步 十几而上的过程 你不会交慢 那个我有听过 那个我有修过了 你不要有这种心思 这个我先写出来 凡夫的这个 这个无名或业 不是你自以为是的 那个样子 所以 为什么这个 谦卑相 弟子相 那 这个恭敬相 柔和相 那最后 它会表达在你每次 对佛三规一的信念 那学法的义乐 是因为这个观念有精确 那么这边继续讲说 我们受了戒通常 生命的每个阶段 就是说你多少会 有所悔犯 若清若重 但是如果我们只要 一念 觉悟 发心 发怒 忏悔 这样的过程 忏悔 清净 简称 忏悔 恢复清净 在《涅槃经》也常这么说 菩萨摩佛萨常不犯恶 这个就是慈戒 但 那是我们刚刚讲的 他父本清缘 本来清净 他已经 验证 修行验证到这里 但是我们后半段就是 为我们施舍的 假设 舍有过失 身口意 难免 有些 这个 这个 失去正念的时候 不觉 失去正念 即使 忏悔 于师同学 终不服藏 那这边特别 想到师跟同学 没有外扩到家人 这边特别讲的是 佛门 来佛门 不要再隐一一一一 在隐藏 在伪装 你们常听到师父在讲说 修行的伪君子 师父用这样自免自立 自替 那各位也一样 如到佛门 还在 还在诸佛面前装个样子 那你以为诸佛天天那么庄严笑着 以为就肯定你 没有啊 那他在笑你嘛 也没有啊 那其实 他把这个机会留给自己 那你有没有察觉到这件事啊 那所以在同参道友之间 难免互动的时候 有同学老师一定会看到 有的 发大心的 愿意点你 因为点你的时候 你会 给他负面的 乃至可能不高兴的互动 那有些修养好的 修养好是师父讲 或者说他 目前修行是处在至少门前学的阶段 他可能不管那么多 不管那个状态 那你这时候 没有别人的点醒的时候 你自己的这个警觉作意要特别强 那如果有同学边师长边在点醒的时候 你第一个要 那个心 要反省能力要特别强 我哪有 没有啦 师父你误会了 不是呢 怎样怎样 先停 如果修行到这个地步 到这个阶段 你已经懂得一听 他在说什么 刚刚吗 我吗 那样吗 有吗 你要先问自己 不要马上回复解释 我现在讲的不是说在紧急做事的状态 通常紧急做事的状态也不解释 就发现很多在那边解释 很多事情也进行不了 除非它是一个很严重 很重大的一个误解跟落差才讲 那很多东西 就些好像只是彼此观察习气的一个触动 那个无关纳局 无伤大雅 这样子 这种形容各位大家懂得判断 那个东西你就是自我检查 第一个我可能讲说表达的不好 第二个可能他听错 第三个这件事不重要 往下发展 所以当下 你有这样的观察 你就是指的功夫特别强 那观念也特别好 所以你指观不用讲得太复杂 你持戒这个角度来讲 你就开始了吧 那么这样子的时候 你还是发起一个慈悲柔软的那种菩提心 那下次这件事就事后了 很多当下你没有办法去发大心 但当下的那个警觉就是已经有止断的功能 那再产生了 那下次我要注意了 这个时候就是忏了 择心忏了 那个择心不要把它讲成 要把自己打死了 没有 就是你在 你可能有一种声音 对话 你内在佛在跟自己对话 跟自己的凡夫众生对话 我们想遇见佛跟佛对话 是指这件事 你不要再妄想 未来这个 这个要碰到弥勒佛 那个 这边想象不到 那个发愿可以 但你要常常跟弥勒佛 阿弥陀佛 释迦牟尼佛 自信佛对话 就是这个声音要出来 所以这个就是你定会的功德 那我似乎只是把定会的名相抽掉 那这种对话就是你讲择 择心 我怎么这样 我刚刚怎么这样表示 我刚刚怎么这样表达 我刚刚怎么 我刚刚脸怎么那么臭 等等等 这一个就是你是个修行人 那所以在这个设有过失 终不复长 尤其是入了佛门 这些师长同学 其实都有习气 但是我们是为了求道修行而来 不败得离去 你要有这样子看自己的同参道友师长 有这种心情 你才不会那边自己也没有很完美 却在那边鸡蛋挑骨头 于是你就看这种人到处流窜 到处流窜 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安住的 因为心不安 习气强 心安就是你的道场 所以这个算短短的 国庆律师在那边短短讲 在及时忏悔余师同学终不复长 短短的十二个字 但是你做得到吗 这个叫小小的词 小小戒就从这种态度开始 所以在佛门内 大家都是为了修道彼此增上 不是为了彼此处脑而你 不是我要害你 你要害我 不是 我认为我们不是世间人 佛门不是 佛门在增上 增上 彼此增上 那不是在彼此竞争 因为这里没有名为可言 没有名利可言 所以这件事情 就是说 为什么特别举这一段 你要去思考 为什么这个大德和尚法师 他讲的这么简单 先安利这件正确的观念 跟修行的行为 因为我们这些相对于世间 还在轮回 还在贪嗔痴的人 我们相对亲近的这些善人 在聚集的时候 你都在这个地方要假装 要造恶 那真的 那真的 你 我们讲的就是说 那我宁肯你到外面去竞争 那还是如是因如是果 还好 那你在这边 明知道这边是要学习真上修善的地方 你又在善的截然地 我们讲在枉废你在截然地走 你在这个地方又造这样的业 腹肠 那就我们讲没救了 外面人也是不觉 或者认为自己没错 那可能有一天 善之士引导他会醒过来 但你在这一个学习善法的环境 为什么 因为这边已经讲到受戒了 要受戒之后 你很多东西还在附长 那你就是不尊重己灵 那个灵就我们讲零零绝绝的灵 那这种行为就是在伤害菩提心 各位稍微要去看一下 邢安大师的发菩提心的这个因缘 有几种 有十种 那第七个呢 就是尊重己灵 尊重己灵 就从戒律这件事情来讲 就是在讲这件事情 常常及时仓慧 于师同学终不复仓 终不复仓 你不要把这个亲近这样的一个 一个绝的功德 竟然让他蒙成而不绝 那这个时候就是有惭愧心责备自己 那这边用的大惭愧心 就是我们上次要请各位先看的那个讲义 那个讲义师父讲过了嘛 那惭愧心的七个层次 不是一般拍一谁拍一谁 那个惭愧而已 加上一个大 就是一路到第七个 观罪性本空 所以他有七种发心 那个等一下 似乎会再顺着再讲一次 那我记得讲过了 那一张 还是没有印象 中阴森 没关系 就当做复习好了 那这边讲的大惭愧心 似乎因为看到 那一般人惭愧 或一般人 跟起大惭愧心 这个大基本上他有几个层次 他这个大惭愧心 跟我们讲菩萨 一般菩萨跟菩萨 大菩萨 那个大菩萨是不动 不摇不迷不曲 那这个大惭愧 是你确实实 知道这件事情的严重性 那他的苦果 苦报 你愿意要处理的 所以那个惭愧心 他是有一个很强烈的处理 大惭愧 那他有七个层面 那下个堂课 我们再来带一下 那这样子呢 从小 从小处 自得自起 从大处 我们要讲到 揭某忏悔 白板这个揭某忏悔 那这个不敢再发 然后 发愿不敢造作 所以忏悔 它两个层次 过去已经发生了 看见 惭愧 智责 发露 那完了之后呢 你还有第二个道力量 比较像是那个发愿 对于未来 因为这件事情 我不能再错第二次 来自我们讲的 这件事情 我不能让它常常发生 这两个力道不一样 因为我知道 我这种习气 未来常常会有 但是我要注意这个事情 所以 你已经在做意警觉了 你的戒体发生作用 那 不要勇猛的 这就是我 我决定下次 不会再这样做了 那这个更勇猛 所以我们要言止不二过 这种性格 所以不敢互作 不敢去造作 那 这边简单这么讲 简单这么讲 那么对于结模柱里面 其实结模柱里面 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结模 三番结模 受戒过程 你们未来会引导你们结模 一次 两次 三次 三次 再次的确定 确认 就说你是真心的 所以结模的这个内容 它就是 要做上面这件事情 在你受戒之前 你的忏罪 所以我们现在讲忏悔 你就知道 听出两个 一个受戒之前 那个彻彻底底 要赶快把这个杯子洗干净 因为我现在碰到佛法 我要 我的人生 要跟着佛的角度 的脚步走 那第二个忏悔 是刚刚果庆律师讲的 受戒之后 你常常要有那个 这个忏悔的那种作业 乃至我们后面讲到夹行 夹行里面会讲得更深 那夹行基本上就是 于理于事 顺境逆境 道理上的夹行 事象上 事修上的夹行 因为很多的顺理意 不顺理意的顺境逆境 都有我造作罪业的这个因子在里面 你看这样的心多广大 这样的心多敏锐 它有大的方向 我知道就是要这样做 大的方向 小的方向 顺境逆境 于事于理 我的心都在观照行持 所以书先把这个搬出来 所以这个结谋书里面跟 所有的这个解释戒律的这个 做记 做书里面 他都主要说明这个忏悔 清静之后 才能纳受戒法 所以这边讲忏悔之前 你们未来在 你们去报名参加五戒 或说这一天一日一一的三规五戒 他前面跑的都一定是结膜 结膜就是让你 你进来傍晚再见 昨天 昨日种种 譬如昨日种种 都怎么样 死掉了 过去了 过去他有残饮 有雨洗 那好好的忏悔 因为那个习气会影响你 那今日一日一夜 你就忏悔完之后 你重新 在当下 我今天一日一夜 不杀生 不偷盗 不妄语 不睡高广大床 不过不死 等等等八条 发愿 所以指 你忏悔完之后 就停止世间 这些贪嗔痴的造作 那断详续 不要再来了 那八幻灾界 书生的地方 叫做进住界 你进住在道场里面 里面都是修行人 他那个就是你的住缘 所以严格来讲八幻灾界 你要 你真是要排开 排除障碍 给秉除万元 若你真的到道场去 那那个八幻灾界 就会很殊胜 那所以像这个 这个 男众我们就引导说 有机会 就挂单 去当一日的敬人 去求受八幻灾界 那常住如果 慈悲 那我这个因缘 就去住一日一夜 你要远离家乡 佛子行 你要到山上去了 那各位像正觉精神 现在整个绿学班 这个 他们也有类似这样的活动 那这个 有因缘这样的活动 包括他每年传授的 在家菩萨界 那这样子 这个事前 你必须 发起一个勇猛 我无始以来 妄念 不自觉 那样的生命的片段太多了 所以 那个整个生命的状态叫无名 我现在说不清 剪不断 你还乱 反正那个就无名或业 那到今日 始觉 所以我们修行讲始觉 始觉 因为他没有丢掉 你忽然好像就在这一刻清醒了 或者生命的今生 这个阶段 始觉 那始觉 造本觉 原来本之清净 而这本之清净要有很多缘起 所以就从这一刻 我开始要先做第一件事情 这结模书里面讲 结模柱里面讲 就是开始要 翻转 要做翻转 所以所有的起心动念 分别兴起 那个叫唯理 我明明知道不行 可是每次立缘对镜 那起心动念 那个 巨神的那个惯性之强 不是你要不要的问题 或是想不想 它就在那里让你举心动念 都跟你所制造的道理 其实你 你为什么说很多东西 你常常在那边过不去 就上课这个道理好像听得懂 但是你的身心的惯性 你意根思维的惯性 都让你唯理 那所表现出来造恶的事 就是唯事 所以唯理又唯事 唯是唯背的意思 所以我在这一刻忏悔的时候 我要让这些妄念纷飞 唯事唯理之事 三宝现前了 我就在三宝面前 要让心静下来 顺于所有 现在要在受戒 所有的这个善的语言 圣人的语言 那些引导 所以要你第一个 专注在那边移轨 专注在移轨 顺于这些道理 佛说的善法 在修行善法 你当下在做这些事情 就是顺理又顺法 行于事 又行于这样的事 所以受戒前的 这些一切移轨的安排 是要你痛切忏悔 死心于亡犯 所以那个忏谋 忏谋是翻译的 忏悔法门 忏谋 那个谋把它翻成毁 那个毁 就是对于过往已经过了 所以毁呢 你的残齿之心 就是佛陀所在 遗教经在赞叹我们 残齿之人 他赞叹 他举大拇指赞叹 残于 枉犯 过去已经做了 但叫你悔 他没有叫你追 这一刻只是悔 但很多人在那边 一直在那边意念 然后你看有的人痛哭死神 也不用这样 也不用这样 很多人 今年忏悔 明年忏悔都在忏同一件事情 这个也牵扯到 为什么今年忏悔又在追悔过去 因为他第二个力道太弱了 所以去年所发的悔心 在忏的过程 我们在忏悔的过程 那个忏的力道特别强 发愿引起我誓断一切恶 那一切恶 恶势力太强 我要依着佛交代的善去修 誓修一切善 与众生的这个边呢 我们要互相增上 不要彼此造业 所以那个度 虽然你的定义不是像佛的度 但是我那是借着断了修善 就在众生边里面断了修善 做得好的叫度众生 第一个就是自己超越烦恼了 那个境界 虽然对方还不见得被你影响 但你自己影响自己了 你自度自信烦恼自信众生 那如果彼此对方也增上了 那这个就是你自他双度了 那就是适度一切众生 所以这个忏的过程 后面引导到三具境界的发愿 上次师父已经叫你们先预习 以三心来辞戒 发三种心来辞戒 补充讲义友 那今天先不讲到 今天进度还是在忏悔 因为这个阶段要讲扎实一点 因为我先忽念各位未来真的会去 再受菩萨戒 我说你再去增上五戒 或说你去参加一次一次的八观灾戒 对各位的菩提之良都很有帮助 你的菩萨道的过程一定是往上走的 往前走 所以在这个地方 在受罪前的痛切忏悔 才可以纳受解法 所以若理若是皆是 就是在顺境匿经里面 说这个道理 顺你意的 或说不顺你意的 这些事情 这些人事 顺你意的 不顺你意的 其实你的心的 聚生我直的策动 造成你意跟再一次的造作分别 加强我直 所以聚生跟分别 就在里面又不觉了 所以才会讲出这句话 若理若是 顺为居罪 那这样的心 你在忏悔的过程 就没有一件事情跟我没有关系 我知道的 我不知道的 我有意的 我无意的 我有察觉的 我没察觉的 这些你在忏悔的时候 你心里面想过一遍 没想到的 总忏 皆由无始贪生痴 从生于一之所生 一切我今皆忏悔 这大小总忏 那没想到的 你不定期的 像是 讲到加行的部分 加行的后面就有 有关忏悔法面的加行 有关文师修道理智慧的加行 那有关一些 叶暴体六根的加行 那些在加行的时候 再去做 因为里面有你所谓的 有意无意 有想无想 有觉无觉 那些 一旦读那些大的忏本 每天去 不定期的去做忏的时候 你就说 原来我过去可能是这样 原来我昨天才犯了这个毛病 所以文字剥蕊的书圣就在这里 因为你没有这些主治大德 去帮你写这些唱文 你真的会以为你没事 所以是不是在劝修 在自己的金色 这些人的良黄宝燗水燗 都已经不是去参加那个 法会的那种唱啊 那拜你就拜 拜到整个大小小小小 拜到幼生不痛 幼生不痛 那不是不好 但是那个太快了 有点粗糙 那甚至我们想着想 你们拜餐就随文入关 我说你很多东西都弄不清楚 都没指断 你随文入关 关不起来 所以平常有这些 八十八佛的 就发心从小步的开始餐 发心好像写的我还不够细致 那我就发心 大杯灿 大杯灿 里面讲的文更多了 好像偏离 那世的部分 好像你总觉得 自己的意乐性还很强 那你就去开始拜水灿了 水灿从三世现前未来 未来就是我知道 凡复一个于理于事一定会犯 所以三世皆灿 然后心再更广大坚强了 乐于修一切三法 就光是那个忏悔的家行 我现在不讲其他的家行 你就会从六根开始灿 从过去谁谁父母 过去师长 过去的 顺你意的 不顺你意的 过去出家中 现在出家中 等等等 哇你看 那么大步 十卷 所以因为于事于理 我都知道 在那个当中 我走过多少这样子的一个 错误的造作 书先讲 你未来记得说有这件事情 当你愿意启动你修行 那你福报现前 家人护持你修行 给你一个佛堂 你就不要佛堂空在那边 只是烧香点灯而已 你这个家行要加进去 家行要加进去 所以现在忏悔 先护各位 先给各位一个观点 你去到场的时候 在每次仪轨跑到三番结魔 或者结魔忏悔的时候 就要记得 这时候是一个契机 就像我们大扫除一年洗一次 再怎么辛苦 那天就 因为隔天过年 过年我要让这个财神也进来 怎么样 你不能脏脏的 那一样啊 护法要跟你同修 你要透过你总参 护法愿意靠过来了 护你修行 所以慈戒的人 为什么常常会 散高感召人天护法 因为你真心忏悔 发心立愿 忏悔还有后面的发愿 那你说一年一次的 在戒会的那时候 就要很阴重心去忏悔 调柔应重心 那观念就是这个 那如果你现在已经慢慢变成 一个月一个月忏悔 那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些 这个 这个国庆律师讲的 你天天大小 都在佛前的拜佛礼灿 不是天天啊 你至少从一个月一个礼拜开始 给自己一些时间 时间是自己要去安排争取出来的 因为你现在所做的礼拜一到礼拜天 包括你们上课你就争取跟安排 要不然你的我们生命的惯性 业力 括号业力 就是推着你跟众生一起照相同的 这个被绝合成的事情 所以这个东西一定要用力 这个你不做意不安排 不行 那你不用像师傅讲的好像这么 这个悲怯啦 你说老婆心怯 不要再用老婆心怯来形容我了 这个就是一个提醒 那你要不要做到这样 因人而异 所以你自己只要有这一天性 你就安排下去 我一个月再做一次 一个月做一次 一年你就打扫十二次 你不要说大扫除的时候 师傅刚刚讲批于大扫除 就是你每次要去参加受戒的时候 才要借着那个仪轨总参 你那时候的心除非要特别敏锐 特别强 所以大扫除你那次扫干净 一次性的 都随喜你们 但是要做就是 要做就是了 所以这个 动 这个 这个 我们知道我们念头 在现在听经文法 但是那个取舍的念头 一直是念念不忘 我们现在在慈戒 也很多取舍 那一开始 我们讲 我们就是要以正见 正法 善法来取舍 所以这个念头一旦在 你的能所取舍 善恶的关系念很强 即便你是在做断恶的慈戒 修善的事业 这个人我两分 你知道你还是在这个阶段 所以这个叫 顺逆 顺逆 其实这个伪就是逆的意思 顺逆都是有罪过的 因为就是我们凡夫的私心 狭小的知见思想在作祟 所以这个过程 你不要觉得佛法能所接触 叫做性罪本空 那时候才清静 你不要一次拉到那个角度 我现在告诉你这件事情 不是要你马上做到能所两望 信罪本空 没有 那是忏悔的第二个层次 那个是就是我们等一下 那个讲义的第七个 常常思维业信本空 是因为缘起无我无自信 你是从里面生成的知见 在思维未来到这个阶段 那时候就所谓的忏悔清静了 可是现在在外在 你现在外在的状态 你必须透过世修 透过善恶的这个修学 去慢慢的去慢慢的这个离起 去理清缘起法里面有善有恶 那我秉除恶不伤害众生 秉除对善的执着修善利益众生 那这执着里面慢慢才提升到 这个执着里面的那个无明性 才是轮回的根本 所以后面到无所拙的这个部分 一定要在众生里面慢慢去学习 你常常会看到这个我欢喜 那个我不欢喜 这个时候我行 那个时候我不行 那这件事可以 那件事不可以 所以在缘起众因缘所生法里面 你慢慢看到缘起这件事情 众生这件事情 其实众因缘和合而生 那我到底在执着什么 所以那篇文发起大忏悔 大惭愧心的那个大忏悔法 就是刚刚师父上次给各位的那两页 第一页先不用看 第一页先不用看 第一页只是从经典 各大小部经典 佛说的各种语言 都在讲忏悔的书圣 那第二页就是事物现在在讲这个 你要到后面能顺理顺势的修行 它是有一个次第的 所以你看我们从内在的之间 在解开各位的执着寻求 但是执着又很害怕 你们变成一个对于不执着的错误 于是在事项上又开始不顺理 就不顺善恶 又不明白善恶的缘起了 所以从理从事从核心从外在外围 我们都同时在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再预告一下 你们未来参加这些三番结模的那些文 都是在开示 你们这时候当下要升起上品心 那上品心就是我们现在上课 这个会引导各位 你为什么会有上品心 因为你发起那三种 出离心 求觉求佛 你这个觉佛菩提这个觉 我选择佛菩提觉菩提 那第三个我有念众生 我的这一念觉 真如的清净觉 不离开众生心这件事情 不离开众生缘起 所以念众生心 所以三心发心要持戒 在这时候会生起上品的戒体 所以在整个仪轨的过程 他会简略地点出这个要点 那当下 你那时候不要再思维 灵当下的这个受戒这件事情 你不用一个字一个在那边思维 你要思维是现在上课的时候 你把它想通想明白 那发戒的时候 在引导各位发心受戒的时候 你当下因为对这样的道理很熟 所以你当下对这个道理的很熟 又听到这个和尚在引导 你们这样发心的那些吻的时候 专注在当下 这时候上品戒体就出来了 跟那个没有上过课 不知道三心受戒的道理在哪里 去听 他那种欢喜是有 可是那个不深刻 不入心 那很可惜 就很可惜 所以现场是一种激动激励受戒者的发上珍惜 但是平常我们在建立这样的智慧观念 却是很重要的基底 先把基础打好 把基础打好 所以还有十多分钟 所以那个刑事操里面就讲 为什么要疑鬼会告诉你 我问你们 你们要回答 我讲这个说懂不懂 你们要说懂 我说你发不发心 你们发心 你们是谁 当下如何 你们要很清楚 所以三男子 这个三女人 这个深 我们很深沉 深刻的这个戒 上 上善 所以善不是一般的善 是上善 是跟佛相应的上 所以我们分这些所谓的一般上 是因为特别要告诉你 给你鼓励的 你这个善 不会留在世间享福而已 你这个善会引导你到出离 这件事 出离轮回这个事 叫上善 你看 深戒 就是戒 那个不杀人到 不杀动物到 不起杀心 你看 一层一层的深 深戒上善 是广周法戒 这个戒体 为什么要源于法戒一切众生 因为你未来要走上佛菩提 就是深广法戒 当发无上心 可得无上戒法 那所以我们今天受戒的时候 是为了要 脱离轮回 成就佛菩提度众生 向着这个 我的戒也要向着这个 这个智慧 有波瑞来引导 体现 空性智慧 体现 无分别 无相 体现 内心 没有 这个 所谓的造作 没有造作 所以 通相 空 无相 无怨 三解脱门 所以 要引导你 讲 讲 跟理解这件事情 成就三具境界 令正法久住 那这个叫上品心 所以上品心是 你从发心的那一刻 理解 他的所有的语言 就引导你走向 以慈戒 来走向无上菩提 所以戒为无上菩提本 他的原理在于发心 先从惭愧 忏悔 心清静之后 要发起无上菩提 所以 止断 未来非 后面接下来 就是发愿了 底下 所以你不止断而已 你要具足这个 发 成就无上 让阿牛多多三两三菩提心的 第二个心要出来 第一个心只是出离心 厌有为心 有为法里面 我不再黏着了 我要懂得出离 厌有为 那第二个再加上去 忏之后就是发愿 那发愿就是 愿修一切善 求佛菩提的心要出来 那第三个念众生心 我愿意成就之后 我所有今天的修行 到未来成就 就是为了度众生 所以那个三菩禁戒 这个 就是接着后面要看 就发愿后面要看的事情 所以这个就是 你们受接当下忏悔 结膜 后面接着就是发愿 发普利心 所以整个形式抄里面 他讲的这个白话 基本上下堂课在写 我把那个语言 把这个原文写出来 你们未来会听到这一段 那今天其实先跟各位 先做一个铺牌 证件的一个铺牌 好 休息 那么白板这一个事情 就是大德和尚 主妻和尚 德界和尚 你们这一期传界 他每一次 不管他是八观哉界 三规五界 菩萨界 还是我们出家界 都有一个德界和尚 就这一位和尚 这位出家人 他在戒法上 他有他的修行经验 经 专经 言 把持严格 自我要求严格 那这样的人 有这样的得恨 得行 当各位的传界的戒师 得戒和尚 那甚至你们在菩萨界的时候 会多一个 要让你灿磨的 他在 你们要得戒 要在宣戒 你要发心 要得戒之前 你要忏悔 那仪式就有这位 这个灿磨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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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杰摩和尚 那第三个 第三个 这个 法师现前 就是 讲一些戒相 当然我们现在 平常我们现在就在听了 可是他当下 他在 确认 重点的交代 说完戒之后 你这些东西要做好 所以有一个得戒和尚 这个 杰摩 杰摩 杰摩就忏悔 刚刚讲杰摩 忏悔的和尚 那还有教授 那师父现在在做的就是教授了 教授的法师 所以到时候受菩萨界 这三位法师会现前 那这边讲的就是在 得戒和尚 他会 会告诉你 在行事操里面都有记录 他在解释这一段 善男子 身戒上善 那广周法戒 当发上心 可得上法 今受此戒 未去尼还国 向三解脱门 成就三聚一劫 令正法久住等 此名尚品心 那在知词记的这个解释里面 上善 身戒上善 我们现在碰触不到 但是你要知道 这个功德就在你 埋藏在你这个本具的佛性 本具的功德 你有 你现在没有被启发 但佛已知 佛已圆满 那还是我们现在 跟佛的感应道教 在这一刻很重要 所以 身戒上戒 广周法戒 这是我碰不到 它存在 你看不到 这代表它没有 你没有感知 你还在迷恋 整个娑婆当中 还在无名性中 所以 这两句话 这八个字 是指戒体 就是说 你本具的戒体 它在 那你怎么去感得 感发 底下 当发上心 这时候当发上心 这个还没有具体的表达 所有和尚 他在引导你的时候 就是要引导你 当发上心 这个事 所以整个戒会 就是当发上心 当发上心 各位 所以这件事情 你要铭记在心 你今天上课 懂这个道理 你到戒会一起来 你受菩萨界当下 你整个身心的开阔 所以这个讲成白话 基本上就是要开广 开阔开广你的胸襟 你的胸襟 你的胸襟 那么 法界里面 你看不到的 看不到的整个虚空 却安利种种的 这些层层法界 所以看得到看不到 我们就是用沉沙 沉沙 用沉沙来 来比喻 那个你现在看黄土飞扬 也叫沉沙 可是现在虚空中 看不到那些栗子 红坡 紫外线 那些坡 也是沉沙 它还是设法 你看不到而已 所以使沉沙般的戒法 能留住在你身心当中 所以 那你现在能感知到的是夜暴 所以一直在催眠你 一直让你感知 让你感知 你身心不能容受 这个就是你的身心很出众 就是你的信仰还没有被启发 所以我们为什么说要去受戒钱 为什么要告诉你 你本具 你可以 只要你起心动念发心 你就能感得 所以一开始把你心胸扩大 你不要一直讲不行不行 难难 业障业障 没有 刚懺悔已清静了 你心体跟佛无耳无别 在这一刻你的信念要拉起来 使沉沙般的戒法 都能灌注在心中 不是以那种夜暴心卑劣的感受 要来受戒 不是 这时候那些东西都不存在 所以受戒的当下发起大吸引 观想自己身体如虚空一样大 然后你有这样的一个大量 那所有佛要给你的东西 我们讲法界的一切善法 那这善法 这个无形无色 但是你借着观想 无形无色中 起了一个观想 要入你的身心 一开始你会被引导 你身心本来是定缺缺 这伐水不入 不能吸收 你看有些盆 有做过盆栽的就是 那没有在翻泥土 没有在整理的 你看那泥土到后来怎样 硬邦邦 对 你灌水它整个淹水在上面 它没有办法渗入 所以我们为什么忏悔 第一个就是翻动 让你身心天崩地裂 惭愧忏悔第一步就是让你裂解你身心的执着 用那样形容 你会比较生动一点 所以你这时候的身心有形有下 这时候的分别执着都放下 都放下 这时候你的身体就像整个崩解一样 整个重新排列一样 要让你的散法要进来 所以前面的忏悔发意 是让你发起那种惊悚惭愧 惊悚就是原来我都活在夜暴流里面 那现在我醒觉了就停在那里 你有看那个鱼一直在那边逆流上 它逆流对不对 它很劳力的在摆动它的鱼席 它是不是定在那里 它没有顺水流 你就是这一刻你就定在那里 圣者看到了把你捞起来 如果你不用力止住定在那里 你没有连这样的心都没有的话 你就顺身死流啊 漂流到大海 人海茫茫去那边捞你啊 这样形容清楚吧 所以这时候你被看见了 是因为你正在努力止断 你现在这个状态就要止断 所以在这当下 你在惭愧忏悔 察觉到这样的这个真理 跟你的这个造业 那发起这阴重心 惭愧忏悔发起阴重心 那现在这五印射身不能再阻挡我 这是过去所造的这个阴啊 那现前要纳受 你必须要先完全接受 就是把自己的那个执着 这边放下 所以第一步就是运用这样的观想 如果你还处处的不行 我怎么样我怎么样 没有你当下的身心扩大 当你愿意承担自己的本具佛性功德 那你就不会在五印身心的业障里面 一直在追悔 我已经忏悔了 这一年发觉意醒觉了 身心无所不能 这时候就在裂解自己的身心 所以为什么那个过程要你称自己名 要你忏悔唱出来 你那个唱好像要冲破自己的五印身心的 那个束缚一样 所以你若是用那种心态唱到哭可以了 你不是情绪要 有很多人真的很想参加这种法会 那种哭有时候我会觉得是乱哭一通 你感到我感到你 他再哭一哭 像那个样子 那我的感受是因为你体现到这件事情 你讲的回应的话乃是在引导你唱 那往昔所造诸二叶那三大段 今对佛弦求忏悔 一切我今皆忏悔 一切六根同唱悔 这三大段就是在裂解 就是刚刚讲翻动你的五印 这个硬邦邦的我直身心 你记得今天师傅讲的话 有这种感受在那个受戒 要不然你重新再去尊上五戒 你如果过去没有这种理解去受三回五戒 跟现在有理解再去 那个戒体不一样 你会感得上品心戒 这是第一个 你那时候要广大的戒法 你必须运用你的座意观想 你的身心没有束缚 突破五印身心 因为这五印身心假是过去造 现在觉即便造 不再是那个五印身心的卑劣心 所以我重新在这样的心 跟这个身的观想 你这时候其实我们讲的 我与诸佛无二无别 就是从这个理观里面出来的 那你先突破 常会忏悔突破之后 第二个你要回到善法 你不要一直回到卑劣的恶 执着那个部分 回到善的思维 我与诸佛无二无别 我的心量体性广大如虚空 这时候虽然是想象 但这个想象的作意 诸佛才有办法跟你感应叨交 所以这时候要揽受戒法入身心的时候 你其实还是不离开这个夜报生 所以我们讲夜报生造恶所得 但你也因为今天出现在三宝的因缘里面 是过去造善所得 所以也不离开夜报生 所以诸佛的最后两堂课 为什么要讲你的身心五蕴呢 你怎么运用它 为什么要用那个祭颂 华言经的祭颂要来跟各位讲 身心是怎么一回事 但是在那之前你先做这个事 止断忏悔 止断发愿 这个修行的次第 你先架构起来 你就知道你现在所经历的 现在听课 虽然听得很辛苦 那你在修行 虽然很多障碍 但是你做这些事情是有道理的 你知道为什么要经历这些 人只要有动机知道在做什么 未来如何 不会一天过一天 那也不会累落 因为你有测动的力量 因为你知道你在干什么 所以我们还是离不开这个暴题 才能得到这个无上戒法 所以如果这样讲的这段文 包括现在花了十分钟 实物用这样白话 那个场景 你怕你到受戒那天又忘记了 那你记得 这当中得戒和尚会引导一段 红毅大师在解释这一段的时候 他讲的白话 他就分成三段 让你记词 那只是说戒会当下 每一个德杰和尚 他表述的语言 形容会不一样 那这架构一样的 所以你听看看 所以这个时候 这个次第讲出来了 但是整个受戒当下 你不要再想上课讲什么了 你就顺着德杰和尚他讲的 就红毅大师他解释这个 这个所谓的这个次第 就是说你第一段 在喚动你身心的时候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三规一 要讲三次 要讲纳受戒体 忏悔之后就要准备 用清净的这个容器 法器来纳受戒体 那他第一个一定会告诉你 法界的善法 由于你现在心已经发心了 所以现在解释上品心 那怎么发的 上品心 这个上品要讲细一点 你的心力是翻恶为善 所以你在翻动你的过去造恶的执着 现在把它翻动 那翻动里面你又加了一些 你如果在泥土里面加了一些营养品 散法 所以你在处理这些泥土的时候 你身心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你的心念在转动 所以第一遍你的发愈士文 这个和尚会引导你 翻恶为善使心念全部转动 那第二念 所以第一念就是 你不是不能 你的所造恶业 我的从此不造 延续一个忏悔的那种心 断恶的心很强 就是你在翻转了 那第二念在引导我们的时候 法界的善法 这个时候聚集在整个虚空中 如云如盖 你会听到就这样的引导 所以你在地上就代表你是身心 诸佛他怎么呈现 我们就用天 如云如盖 所以你看你的翻转 就是你自己的地 五云 你愿意 断恶修斩这个心 你心在涌动了 所以大地就是你 那你怎么跟天接应 天佛 你这样的起经动念 感召了善法 那善法佛菩萨用如云如盖 这样让你来想像 这对一般初学佛的很有用 因为他没有听过教理的话 用这样来让他身心翻转 这个就讲天地之间的感应 如果地代表我的身心 天代表这个 一切护法 诸佛他要呈现 风云涌动 所以善法云来挤 所以为什么就是说 你前面在唱那个相战 菩萨云来挤的那个部分 从那一刻就开始了 所以在这一刻更是 如云如盖 那第三遍 感应道交 整个这个 观治 观他 这个法界善法 从空而降 入了整个身心 充满整个这一期生命的暴体 所以宏益大师用这样三段 很多的这个引导 对于没有学教理的来讲 只有在当下 你也很专注 诚意 诚意方 因诸佛现全身 这时候所谓的借体显现 就在这个时候 那如果你有上过教理 在这一刻也会更深刻 所以差不多三大段 所以在这个 这个正那整个 从刚刚讲的 灿磨 三规 结磨 结磨 然后三规 然后这个整个 引导我们 这个发心 发心 那整个动机 事物中间写的这一段 等一下 这个 这个等一下再讲 就是说 我先从发心 所以你看箭头 是从发心一路 我是要成佛的 那成佛那个是我最大发心 那你成佛的这个过程 你是不是要有能力 这个 出离啊 我要 我要正得我果 那我要能力出离啊 所以你的空正见 所以我们在此界正见里面 为什么会讲到 我 跟境界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的玻璃智慧正见 在当中 佛 有没有影响到你 你内心的自信的觉 有没有在这一刻 不断的去 反省 让它醒发 那这过程里面 就是入了 解脱的门 你没有出离的因缘不行 但是 你出离的根本 却是从这一刻的戒开始 所以 你 我们讲这个 成佛就是你的智慧圆满了 你具有一切自 一切自制 成佛的慧 所以我们成佛是智慧的圆满 但入门却是从戒 而定 而会 所以 这个 三解脱门 它的这个定 是跟智慧相应的 所以 整个文里面 虽然我们下手处 会 未来在行持 戒法 菩萨戒的过程 那你要知道 你的发心是要去 这个 佛菩提的 就是我们讲义的第四五页 第十六页 就是那个过程 你会有出离 会有跟声闻圆绝这样的心情 入山解脱门 解脱门的心情 但这过程一路就叫菩萨道 刚刚师傅讲的一路就是叫菩萨道 那 这当中的 只要你发心对的 你在走中间的 就是那张图三角形的那个 那个 这个声闻 没有给各位吗 对 就是那一页 就是这个过程里面 一定有入解脱门 但是你要记得 你的因地 这凡夫菩萨因地发心 你是发行菩萨道 那菩萨道那个发心就是要以成就无上菩提 要得孽还果 这个事情 为你的这个 这个佛菩提 佛觉 不是声闻觉 也不是这个圆觉觉 是菩萨觉 那菩萨觉到后来就是所谓的佛觉 佛菩提 所以那个三角形就是说 那过程我们从来没有把二圣人的功德给撇开 没有 只是他在强 那张图在强到你一开始发心要对 要不然你发心不对 你就会去入到那两边去了 去证 证所谓的这个所谓的涅槃果 可涅槃果不是佛讲的霓环果 你已经取证涅槃了 因为佛之所以成佛是最后他是为了这件事情 让世间这个灯 正法明灯不灭 为什么 谁要需要这个灯 对众生 所以他成佛是为了众生这件事情 所以后面我们现在持戒的过程 你们现在也不要等到惩罚 惩佛才能真正的不断的 启发众生入佛之间 正法久住 但是你愿意持戒 我们末法就会来的慢一点 所以我现在持戒除了这个过程 我知道德国过程修行出离 但现在持戒是你的基本发心 但是你过程因为持戒 而能让令法久住 所以你在利益众生这一门 你已经在做了 只是说你没有像佛这么亲近 但是我所有的 凡我所所修布施 持戒忍入禅定精进这些过程 皆为成就 阿尼多罗三妙三菩提 我只做这个事 那为令众生 皆能一时同德 阿尼多罗三妙三菩提 这个等 等就是你只是为了众生这些事情 所以这个法句 基本上 它虽然很浅贤 但是你理解之后 你的这个在接会里面 听到 这个弘一大师他讲的那三段 你崩解自己的这个身心的时候 就是 你虽然看到造恶 但是这造恶它不是自信不变 它不是不可改变的 因为就是缘起所生 所以它可以改变 那这缘起所生里面 就是缘起 其他知道缘起 世间人很多人也知道缘起何何 生灭 这是缘起现象 生灭 缘生缘灭 知道 但是在缘生缘灭 缘起来 却还是不觉 因为没有生 对苦 有一种侥幸的心态 一时的乐 就忘失本觉 那所以那个厌有为心 没有出来 要得到上品心 得 上品 解 解 这个戒的体性 这个戒体 是怎么来 成就三具戒 那个三具戒 你从发心才会有三具戒体的感发 那三具戒体 就是你已经受学的菩萨戒 菩萨戒 你作为一个菩萨戒 你作为一个菩萨 你就从菩萨戒里面 慢慢去具足 那最后才能帮你成就成佛 这件事情 所以发心 对 你不要在中间迷失了 变成生文圆绝了 但是菩萨戒的第一个过程 你发心 发菩提心 所以从这个电话告诉你要发菩提心 什么菩提 不是生文圆绝 是佛觉 发菩提心 那中间三具境界的整个发心 他会导引 这件事情会导向你 解脱 三姐们 少写多一个字 还是没人告诉我 所以十处犯错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 既然 三姐脱 叫解脱 你要有能力解脱轮回 那就是你的智慧要出来了 所以智慧法门 我们现在是 为什么说要那么多补充资料 都在讲智慧法门 因为 因为 我的这个 对缘起所生 你要证见缘起法 在缘起法里面 不取 不取 不迷 不迷惑 不取找 不迷惑 不是叫你 那会迷惑我 所以不敢进去 你从来没有离开 你的存在就是缘起 那有智有他的境界 智就是内心 那这个身体 身心只是一个界面 那别人也有所谓的身心 所以彼此的 这个智他互动 就造成三合大地世界 所以缘起所生法 你要用佛的智慧 来证见缘起 才能去向解脱 于是三解脱 就是我们讲的空 你要 你的观智 观他 那个空性的智慧要出来 所以第一个觉知 前面我们都已经安排了 这个都讲过了 我现在不要再讲 我怕讲不完 所以八大人觉的第一觉 菩提觉 菩提觉 第一个觉知 你要先 对整个缘起 缘起就是有违法 我们讲的 厌有违心要出来 所以他在这个地方 我们智慧学习过程 不是一时一刻的 我知道有这件重要的事情 我再把它mark起来 中间你在去向 最后去是往这边去 可是你一开始的 这学习过程 中间虽然是智慧学习 但是你在发心的时候 在受觉菩萨界的过程 为什么 那个上品心 菩萨的上品心 第一个 就是要 在缘起里面 要开始 里面 不可爱 不可得 因为里面是缘起所生法 那缘起所生法里面 我们不是常常现在在建立 各位 在建立一个各位的一个基本观念 就是在缘起法里面 你去察觉 是一个我 也 你的我的身跟心 是一个和和的境界 那这和和的境界里面 是从过去 一切的缘起 眼对色取着 符合自己的心意 耳闻声 鼻闻声 种种 对应到内心的种种的感受 所以刚刚讲眼对色耳闻声 那些是色法 色法的一个交织的过程 你内心产生了 热受 不热受 是你没有感受 不苦不热受 那这些过程 你有这样感受之后 你以你的分别妄想 所以你看 你的缘起第二个想就出来 受 第三个想 分别作意 取着了造作行 你的内心的受想 跟整个设法对境 整个这个 所谓十二入 所以我们在观察六根六层 这十二入的现象 那产生的 我们讲的 处受爱去 那这些就是你的缘起 所以你的这个缘起 我们上次讲的 为什么要现在这过程 缘起 就是我们现在培养正知的这件事情 你要正知缘起 保持正念 那你第一步要的就是先有 跟缘起的现象 不取得 我是在观察着 所以这个正知正念 就是我们现在的觉念的培养 那这个第一个就是要先 厌有为心要出来 那个厌呢不是讨厌 厌呢就在训练自己不随瞬这个缘起发生 那缘起发生就是我们讲六根六 六根六层在 在和和的过程 我们讲的处嘛 为什么要观察十二缘起啊 那个处一产生的时候 你内心的 受跟想 产生的一个状况叫爱取 爱就烦恼 取就是我已经取着了 所以对这个现象我已经觉得 我已经开始产生怀疑了 我觉得我的身心怎么这个 这个 随夜流转的力道那么强 我发现很多东西就是在这个惯性 不觉知里面造成了一个苦果的现象 而这苦果竟然会 让我已经动彻到佛陀的他的智慧去告诉我们 这个会引导我到后面 种种的后有报 而后有报产生种种不确定性 甚至我已经看到那个苦果性了 而我今天还一点办法都没有 于是产生那种厌有为心 当然你用恐怖心也可以 因为恐怖心你已经看到这个夜报夜果 在这边流窜 而自己的力量那么小 这时候持戒 愿意持戒愿意念佛 发生出离的心出来 所以就要看一整串的 所以你的知见有这样的一个看见 所以愿有为 原来缘起里面 我竟然随顺缘起去造所谓的 因四曲造坦承词 因五盖造坦承词 因六爱造坦承词 这是上个月讲的 所以这里面的有为造作就是这么回事 充满了四曲五盖六爱 这些烦恼 那这些烦恼就是你又迷了 你迷在当中不觉而造业 那当然我们那个十二元起之那个爱 就是我们会讲我爱你啊 你爱我 当然爱不是就那么那么那么 那么狭窄的定义 当然这个爱就是我们净土常讲 情不众不伸说破 那个情众这个爱禅 就是我们说破轮回的现象 那我讲西一点就刚刚讲那些烦恼都是 顺你的意 眼跟意耳跟意的 不顺你的意的 顺意起贪造业 不顺你的意起撑造业 非顺非逆 不觉在里面以为就这样 那有智慧的人讲 事情就这样啊放下 不觉的人就不思反省 不知道那个可怕出来 他也讲就这样 那个叫愚痴 所以他虽然没有受没有苦 他不觉得顺跟逆 他在过太平的日子 那个才可怕呢 所以愚痴不觉 所以我们上次讲培养正念正知 为什么你看也是从知残知愧 知残知愧就在缘起里面 你还在那边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这你的厌有微信没有出来 你已经迷失在缘起的流转 流转不觉知 乃是流转中造作又不觉知 造作就是他讲贪嗔而知 不觉知你以为没造作 其实你在愚痴里面 所以贪嗔愚痴 我看到了 我现在知 但却没办法当即离 所以你没有发厌有微信 所以我的生命 不能只在依附缘起里面的生生灭灭 因为这样是无止境的轮回 所以你的厌离心就出来了 就是我现在开始要关注 缘起所生是怎么回事了 那照顾缘起 我现在还不能真正的 对缘起无自信的这个智慧 这样的剥裂智慧 因为里面就纷纷有自信 眼看到什么着什么受什么想 就是有自信见 我们讲四渠 那个我见很强 所以缘起无自信 无自信是个道理 但我的自信见很强 所以这是我所知 那我要防护就从慈界这个地方 我要学习厌有微信 所以我就从律仪界里面开始学习 所以以厌有微信 来开始制约我的六根 接触六成的时候 你的根律仪 你的律仪界就会出来了 所以上次讲培养正念政治的那两页 第一页就在讲这件事情 所以这个基础 从前面几堂课就说 我先帮各位先挺一下 就先认清楚这世间 不是你能久留的地方 现在人生的幸福美满也是一个假象 那你现在的人生的不如一处也是一个过程而已 因为这些都可以转变 但是这些转变过程 你一定要有一个觉 八大人觉 世间无常国土为翠 身心是造二因缘 身住一变的过程 我这一念觉要发起 往出离解脱的过程去走 那所以第一个 我已经醒觉了 所以厌有微信 我先出来 厌有微信 就是说你就会从惯性 你自己的存在的惯性 你的惯性充满了缘起法 六根是缘起 六层是缘起 内心的色受想心是变异组合也是缘起 而这缘起里面却充满我不能自主的这个无奈 所以我现在开始要远离这件事情 所以你现在有一个觉知是 当这些六根对六层禁已经发生的时候 你用戒来停一下 我们刚刚讲指断 指一下 断它的相续的力道 这个就是你已经有在厌有微信这个地方 在自我增上了 所以那个心法要不断的自我增上 厌有微信 故受律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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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第二个 求菩提 求菩提就是我们前面讲你在受界当下 其实这个第二个它是重点 我为求佛制 所以三种出离世间烦恼的三种修行人 菩萨 声闻 圆觉 他们厌有为是个基础 可是过程产生的不一样的发心 一个是要成佛的 一个也是往佛的方向走 可是他没有第三个 他是为了要念众生 度众生的 所以少了第二跟第三个 所以第一个基础我想 这个声闻 圆觉 菩萨 佛 共同的基础 佛之所以成佛是一路从凡夫 走向解脱 所以都共同的学习 与佛的智慧共同学习的是一切我空这个事情 所以一切我空 我们在色律一介 就在帮助各位去执行 你到底对我空制有没有成就 所以你的实戒里面处处以为有我 而这个以为有我的手段 竟然是贪嗔二之无名 那你就是凡夫啊 你就是没有要出离的意思 那所以厌有为 那就是从我的色受想行事这个存在 去看到有为法 以为有我 在这个缘起里面以为有我 那以为有我 以无名信造贪嗔痴 那这个我就充满了种种的业报 所以厌有为 你要终止所有的因果 终止所有的业报 那你第一个要出离的 就是所有的过去所造 今生所受 那今天受了恶报 不要以恶造恶 我持戒 不相随 过去所造今生所呈 我以善修善 过去所造今生所呈现的善 我以善修善 不以此修善 开始放异 又开始贪嗔痴了 没有 所以我也不以受善的报 那竟然去造恶 以善的福业去造恶 那更不应该 所以以善修善 修什么善 修善善 修解脱善 所以这时候的这个 这个厌有为 已经出来了 故受律夷 所以你的词戒里面 就告诉你 当作不当作 那对于善法的部分 应该如何做 所以修善的部分 能利益众生 念众生 所以你在第三个部分 的这个 当去积极的去行持 的部分 这叫念众生的律 这个叫 叫色生戒 那善法 是对于缘起所生的智慧 一切我空的一个思维 到所谓的法空的思维 所以这个求佛制 有我空制 法空制 这部分 这部分就是我们讲的 三截脱门的缘起法的智慧 那我发心要学习 所以 未艳有为 艳离心出来了 所以你愿意受 很多告诉你 不杀生不慈戒 因为那个地方就是缘起 你在里面 宗旨对缘起的造恶 的懒着 那求佛制 就是修善 那修善里面的佛制 也告诉你 我空法空 你我不执着 那对很多的善法 为什么又起执着的呢 所以修善法 只要让你更深细的明白 这个 一切法这件事情 所以一切法一开始 学不来 那就从你存在的这个法 叫我 所以我慢慢去思维空性 无我的智慧 所以慈戒里面 你愿意不怎么样 不怎么样 不怎么样 因为你就在指断 这个 对缘起的错谬的执着 那对善的执着 产生的时候 就要思维法空 那最后念众生 所以在 所修的这些断乐修善 皆为成就 那底下呢 前面是个别讲 厌有为 这样的心 求菩提 求佛制 这样的心 念众生 这样的心 这个厌有为心 求菩提 求佛制 这样的心 念众生 这样的心 这个厌有为心 那这是上半段 可是下半段里面就告诉你 我总是要一件一件 我知道有三个面向 端乐修善利益众生 但是我毕竟是一个 刚刚讲的 上一堂课讲的 我是个凡夫菩萨的过程 我一个一个做好 而这一个一个它会通到其他的 就是底下讲 通则三聚 一一皆从三种心起 没有一就没有二 没有二就没有三 没有二一也做得不好 三也无能为力 没有三 你一到那二修善对象在哪里 你怎么修 所以第二句话 第二段是讲 通则三聚 三聚 三聚 三种善法 一一皆从三种心起 就是说 这个社律一戒 这个善法 同时都具有三种 行在里面 你不能讲到后面 你不能说 燕有为 只能成就 社律一戒 不是 这个 燕有为心 它可以成就你离二 它可以帮助你修善 它可以让你众生欢喜 下一段 下一个再讲 刚刚讲 从第二堂课我们里面要劝发各位的就是发心 所以菩萨道这里面的那个发心 有人会讲发愿 就是我们所有的世间成半不成半 修行成就不成就 都是从你的起心动念 你的发心开始 所以菩萨道为什么我们讲的 如果这个是个菩提道 它有次第 那简单的次第就是 它至少有两个次第 怨菩提 跟行菩提 所以一开始是从怨 那菩萨道的这个菩提 行菩提整个后面 行八正道的菩提是在 后面他成就菩萨道的时候 一地二地三地 去把它行持出来 但也不代表说你的怨就没有行 是有的 只是说你的怨要先出来 以怨来导你的行 修行方向 各位有导航嘛 一开始你一定要知道你要去哪里 是不是要先设定输入 以怨导行 那整个过程 你方向对了 你慢慢开也好 你快快走也好 工具是什么不论 方向对了 那你要走小路也好 你开大道也行 所以以行来满怨 为什么要满怨 因为方向对了 所以 刚刚那段文 基本上前半段似乎差掉 就是要你知道 我们要成就佛这件事情 佛来告诉我们这个未来佛 以成就的佛 以成佛的佛 我们要走成佛之道 从佛之道 那你一开始求菩提心 你要去向霓環果 你求菩提心要选出来 那这过程当中 他一定 我们在修学佛的智慧 对 众之见 那一定会入了这三解脱门 以后有机会会讲到三解脱门 因为这就是一个课题 所以三解脱门的部分 等一下我们稍微讲一下 但一定这过程佛 不会让你在世间流转 你已经发 求成佛的心了 求觉的心了 这菩提还不是声闻圆觉菩提 那是成佛的心 但是过程会有声闻圆觉的那一些 对于无常 对于圆觉的那个观察 而产生明白 那明摆之后那个印离心就会出来了 所以解脱门就是佛的智慧当中 我们说的所有的智慧法门 正见里面呢 都是叫缘起 世间的缘起所生法 那你在这里面缘起所生法 你要正见缘起 见缘起即见佛 所以即见佛就是你的悟性出来了 悟道 悟道之后起修 所以这当中我们厌有为 这样的心要出来 所以发心 心很多面向嘛 那现在这个叫厌有为心 要出来 那最后能成就 所有的三具境界的体性 令正法久住 所以这边又告诉我们一个讯息 成佛是为了令众生得度 众生得度一定要有正法久住啊 因为你发心要来 演说佛法 令众生入佛之见 你看哪尊佛不是这样 你看 释迪佛出世 在世间修行 这一期生命成佛 然后现在法还久住 还在住世嘛 对不对 所有的佛 就是令正法久住 就是因为他们去满当所有的 求菩提里面有一个隐藏的东西 这个隐藏东西是没看到的 成佛 他佛的心念是在这里 不忍众生苦 成佛是为了自己能出离 所以这个自度自觉在第二个 你现在所听经的很多三解脱 多听多听 慢慢打破自己的我执爱见 但是你的出离的能力 最后是要能帮助众生 未度众生 愿离苦 你要有能力离苦出轮回 有能力就证得这一件事 你在久修久学的这个地方 要待好久好久 那源自于你现在这一刻 底下是凡夫的过程 有这件事情的动思一路过去 那现在已经入门了 一路从那边修过来 一路从那边修过来 从心理上我从这边发心 最初的发心 那过程的学习 所以你看你们一发心就学四年 不容易 甚至有一边学十年了 那但是 现在学习从慈戒里面开始入过来 那慈戒最后你要知道 你每次回想 凡我所修 不为自己求安乐 但为众生得离苦 那不为自己求安乐 是在针对这个时候讲 因为我成佛 你也是要求啊 所以我就用橘色来讲 你这个你的心是有作意的 我有求啊 我对事情很厌烦啊 那我现在这个内心 虽然有父母 有这些众生 这些都是你的心在作用 但是你方向是对的 不是不能求 那虽然是讲说厌有为不是讨厌 但你总是从讨厌开始吧 你什么都都那么欢喜 那么喜欢世界的东西怎么办呢 所以字面上 确实有凡夫心的作用在里面 那你现在念众生 你不念众生吗 你不念众生 你今天不会耽搁在那里吧 所以你也有念众生的本质 这个念到底是正念还是忘念不知道而已 那总是你念众生 现在开始学习的就是 当初佛的本怀 他的苦 觉到他为什么那么苦 发现生命现象的真相之后 他懂得要出离 所以佛是以物圆其法 所以厌有为 有为就是刚刚上面那张照片 这边是写圆其法 以物圆其法 无知性可得 那最后一路修学正果 但是最后佛成佛之后干嘛 他入灭了吗 没有 他留下来怎么样 度众生 最初的发心到后来的满怨 那这样的过程 你这样的发心 这边为什么 似乎把等变成绿色 因为你在受戒当下 种种心的作意 的三种面向 就是这个 我没写 再讲译 厌有为心 求菩提心 念众生心 这样的上品心 上品 上品心有 厌有为心 求菩提心 念众生心 这叫上品心 上品心形成的体 这个体 是不是标的红色字 就是它跟佛体无二无别 你的本质要 这个体就讲本质 你的本质 你的质地要跟佛一样 你们是不是想讲一个人很有气质 那个气你有抓到吗 你为什么讲说这个人很有气质 在讲他的质 这个人的质 我们不是五脏六脖都脏脏的 那个质 不是在讲原料 地水火锋 气质 这种东西 我们这样本质 就是说 你这个人的心念 他很多行为 操作久了 就有一个相貌 那种说不出来的感觉 我们中国道家 不是讲气吗 气 这个人他就累了 有气无力的 气 气就是一种 表现在外面的一个行为 形成一个总体的感觉 叫气 气质 气质 那那个就是我们修行人的这个本质 或说菩萨的本质 我们都会讲到这个体 不是在相上说 这个人是好人坏人 他做了什么是不是 你在形容这个人 就是会从他的气质先去感受 对不对 那修行的这个本质 也不是在论说 你有没有布施慈戒人 那个相上修 是从本质上 你有这样 我们讲气质的那些气行为 就在讲这些 你的求啊 厌啊 念啊 这样的心的去作用之后 那你就是跟佛 慢慢去 去跟佛的这个体相应 所以体没办法讲出来 可是他从那个 讲那个相的具体表现 就在讲 求菩提 厌有为念终身 会跟这样的体性相应 那这三大相产生的 发心产生的 上品心感得佛体的界 佛界 就叫做三聚界体 那三聚界体表出三个心 有三个心开展出来的 像 我们就给他安立这三个名字了 色律界 色山法界 饶意有情界 那这个文呢 我们继续往下看 底下就这样通 我来个别讲解释一下 这个白板就在解释 各个于中分别 就告诉当中的发心的道理在此 所以第一个层次先听懂 此心之妙用 我原来本具 那要感得佛之界体 原来就是善用其心 直了成佛 那善用其心就从这三个求 从厌 看清楚 厌 求 欢喜 一样我会作意 那我作意摆上求佛体 然后最后 心心念念 就在众因缘所生里面 括号众生 因为既然厌有为 那个厌就不是讨厌离开 原来厌有为是要厌你的爱见染灼的烦恼 顾色律 而我这个我 我刚讲你也不离开暴体 而去感得佛跟你的自他关系 所以在这一年暴体还是有为法 但是有为法怎么样 念众生是你们的念众因缘所生 你这当中除了以众因缘 我法不可得之外 你要起悲心 为什么 因为那众生没 你醒了众生还没醒 所以念众因缘所生里面 虽然无自信 虽然空 但是你也 你虽然能厌离的离 但你也没有真正的离 那你反而会去利益众生 这时候的隐藏版第二个 悲 利益众生 悲心起 所以你也不离开众因缘生法 那表现在互动的就是有情世的众生 令他醒觉 所以 念众生这时候的念是清净 要学习清净 念有为心 念众因缘所生 无我可得 其中 因为无常苦空的败坏 不可爱不可得 所以你的我空制 我空制形成了 于他之间 因为人我我 这念心 他那个境界 人我之间 一直在以空性来进化 执着 好 念有为 因缘所生法 这个空性制在观照 但是这个就是所谓的离 离烦恼 念离 但最后 因为修学佛陀的这个善法制 从这边衍生到 不是一切法 都是这个道理 所以有众生可执着 所以众生也是跟我们一样 就是在一切法的这个范围里面 不离开这一切法 所以当起悲心之后 不是只安住在我空 那你叫每一个众生的存在叫法 叫一切法 叫一切众因缘生法 叫做众生 所以这时候 在念众因缘生 念众生心的这一念心 是以这个我空制的这个智慧 去执行法 空制这个悲心 所以念众生心 其实是在增长菩提心 跟增长你的智慧 但是中间的我空制是基础 所以念众心的那些善巧方便 有时候就是各位在受菩萨界 常常会给自己打来打去 因为你现在的厌有为心还没有很强 所以你要记得 不要去排斥 因为你没有离开众因缘生法 众生众生众生众因缘所生法 你我说即是空 但你不空 那没关系 因为你有一个色律一戒 跟色三法一戒 一直在帮助你 但是你不能 你现在离 不要断灭离 所以你现在念众生心 就是虽然念众生心 你没有在里面扭转 所以这时候念众生心叫不急 不急 不急 对 你有个不急 不急就是你没有过分的在那边迷失 你没有真正亲近 这个不急 但是你在厌有为的时候 你的厌也不是断灭 所以你那时候是不离 所以你不离不急的字 才是佛字 这要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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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说戒律里面 有没有不急不离的 忠道实相字 当然有 那一路就是让你的戒 波罗蜜 这个佛的大戒 还是引导到你波蕾波罗蜜 还是能度生死 所以各位刚才修学善法的时候里面 你的菩萨界里面隐藏了很多的摄善法 佛要教导我们的摄善法太多了 那些善法里面有六度 有这个所谓的我空置法空置的这些摄善法 就是让你秉除人我相的一个分别爱着 分别 如果是正分别 那就变成度众生的方便善敲 但在里面起祸 染拙了 所以你那时候对很多的法不能开通 所以原来那个法子里面 你会看到你其实我执还未断 那我执 你内心不着意不爱着的时候 虽然你内心清净 但是不堪于法 每一个众生都是一个法 每一个差别相都是一个法 但是你不愿意去正空这件事情 因为那有极大的悲心 所以那个法相要等无效 要正法空 那要起悲心了 所以这边都在讲智慧 悲心是隐藏在底下 悲心就是一种不断的能 能以不同的扇角方便去拔苦 面对众因缘生之后 你不取糟 不取糟 所以你内心的内心 不是只有这个取正涅槃那件事情 你是于一切众生内心当下 无所爱别分别取造 而立一一切众生 所以这时候的心 你的度众生就不是造作的动生了 所以后面的菩萨第一众生就是无作 所以我们内心的功德 会先从空性的智慧 持戒的律一戒 慢慢让你去体现厌有为心的亲近 所以你持戒会亲近感受会出来 是因为你正在执行我空这件事情 但慢慢会引导你不要偏空 就是你要发起广大 当初发心要广大的善法 佛是以无上的善法成就无上的庄严菩提 所以很多的善法你慢慢要 这个法轮无量的善要学 那因为它对应一切因缘所生的这个善巧 你慢慢能在里面去学习 那未来就是为了学习这个这样的一个 无量法门是因为你慢慢已经 对很多缘起的差别像了之 而差别当中却有个平等 因为都是跟空相应 所以师父底下的空是写一个字 我空跟法空不会有两个空 它只是层次上范围深浅不一样 那最后无相就从真正的无相不起分别 是从知分别缘起差别里面 而内心有一个总相是平等 那这种对缘起法的一个差别中是平等的这种智慧 这个就无相 所以三解脱的第二门无相出来了 那这种无相的智慧呢 就是智慧跟悲心的一个同运 所以走到这个对缘起法的一个差别 每一个我就是各个一切法各个不相知 缘起一切法各个不相知 那个不相知当中呢 的那个却有个共同 各不相知的过程差一项的过程 他菩萨的内心呢 不起分别造作的爱作 可是却了之分别 而以不同的方便善巧去利益众生 先讲到这里 我觉得各位脑筋打结了 所以三解脱门后面会再长讲 我会再举例示例说 那这个义礼先到这里 因为我现在收尾的地方 就是通则三句 现在我个别在表述这些心法 三心 我立了三个一个心的面向 它产生的功德就不一样 它各有它的功德 所以律于戒 三句禁戒里面 为什么叫三句禁戒 原来是有这三种心发起出来的善法 那第一种那个在有违法里面 开始停止染着迷失的 这一类的戒法 形成的戒法 帮助你的身口意的一个 止断的功德叫舍律于 舍律于戒 那舍善法就是 要一切我空 到未来能成就法空 无相无作的那个功德 就一定要从佛学的上善之志 佛志 所以摄善法 就是佛 它所教导我们的六度万行的这些善法 那这些善法里面也包括这个 律于的善法 像我们修行要做很多的 止观的这些善法 都是要去学习的 所以摄善法 那整个这些断恶修缮的这个缘起 也不离开众缘起 所以第三个赦众生 远离众因缘所生的爱着 却又回到众因缘所生的一个 饶意友情去执行 那么个别说 那通则三句一一皆从三种心起 那就单一的就 厌有为这件事情来讲 就是 不是厌有为 三种心 我们就就 我们刚刚讲的厌有为 求菩提 求佛治 求念众生 这三种心 都会表现在 我今天 色律于皆上 你这个三种心很广泛 但是我这一起生命真的 我的能力 我的夜感 程度 有差 那我就是从慈戒 我光是把律于皆做 我这三种心 都要帮忙 那这文是怎么说的 为厌有为 我知道缘其有 缘其无知性 缘其所生法 不要染灼 但是 你光是知 那却不能离 那不行 所以必须离二 你要有离的功夫 所以就会从 很多人 为什么给自己生命 留下很多退路 因为说佛还蛮可爱的 所以 这一路里面呢 就从这边看到 很多人是对学佛有好感 却不愿意学佛 因为他从不想离 开轮回苦这件事情 知道是一回事 你去 若有机会 你们像那个 似乎最近在看那个 那个 年轻人 你们台北有个年轻人 很有意思 那个 因为我是为了看新闻 看这个 哈哈台 哈哈台就是年轻人 我好想看年轻人 那种天真 但是他那个 访问的方式 我觉得 他生命是在了解众生 那你会看到很多人 讲那个话 真的无厉头 甚至他 也不觉得他讲话怪 但是 我不带有色的 滤镜 去看这些众生 你就看他为什么每天在那边晃来晃去 然后讲一些话 我就觉得很有趣 好啦 我意思说 你这些访问的过程 你就不理 不认为 你有机会去访问这些众生 他不认为他这样有什么不好 就你有机会访问到那些 像喝酒的人 他觉得 这个日子很好啊 我也知道喝酒不好 这样就爽啊 他就这样回答 在为了那个爽字 那你说吸毒的人 他过程他不知道这个不好吗 他里面一定有很多追悔 然后懊悔 对不对 可是他出不来嘛 那这个我不细讲 因为这里面有太多要配道 要帮忙那个众生 要扶植一个众生起来 没有那么容易 你有以前有批语过 要救难队 要救一个海豚 要去申请脱吊车 要去找船 要去 你看 要救一个搁浅的那个 那个海豚 不是 不是手而已 你中间很多缘起的那个要巨组 救一只海豚 对不对 那救一个人更复杂 那所以 厌有为啊 你厌有为 有这个心 但是你实际行动 必须离二 所以为什么会从 很多人不喜欢戒律 因为他一开始需要你 你先从这个地方走起 佛叫你这个不要做 那个不要做 但是很多人说 我学佛就好啦 但是要有受戒不要 为什么 因为他给自己留下生命的退路 他不是属于那个开大门走大路的 我后面可以走 可以留 故受律义 为什么 因为厌有为的第一件事情 你就是要受律义 因为他就是要先遮止你的惯性 那这一个部分呢 好这个道理呢 就是 就是那个补充讲义的第十九页 底下的那一段话 慈戒呢 他其实第一个厌有为 色律 他只是一个道理 他不要再你熏一次 惯性不要再熏一次 不再熏于你的无名或业 无名或业 无名或业就是 你生命的推动 业力的推动力 令先报见报 所以这个就是意志力的培养 所以这个先点到 你们就是十九页底下的第一段 慈戒的道理 你说没什么道理吗 他还真有道理 就是这个道理而已 因为我们一直在熏过去的这个惯性 可是慈戒他告诉你 绿戒就是你厌有为的第一个表现 所以你的心跟行应该表现出来 所以为厌有为必须离恶 故受律义 好那第二个 就是我们常讲的 你讲你是一个要 你说是我要成佛 我要成佛 你这样讲行为不对啊 你怎么边修善边造恶呢 边修福 底下再漏福呢 所以第二句话就告诉你 求佛制这种善啊 离恶方程 那批欲 就是我们上次讲 听法的语鬼其中有一个 你不要上面口气 大张旗鼓 那个大张 那个口 那个 那法的口 很有心要听法 你这个法师 我义乐听法 那底下 背底下破洞一堆 不补起来 就在讲这个 所以 为求菩提 离恶方程啊 所以 我有举过新闻事件嘛 我去偷土地公的庙 那把我去偷人家的钱 然后去土地公那边拜庙 保佑我 不要被抓 我来donate一下 有这种事吗 没有啊 偷是偷啊 你donate这个功德 那是未来的一点点福啊 但是还是 这个土地公为了 这位菩提公也是个菩萨 为了让你好 我是要让你被抓嘛 对不对 所以 为求佛智啊 离二方程啊 故受律仪 所以光是律仪界 就有这个 这个 告诉你为什么这么做 那你要度众生 你先不要讲你修缠 你不要讲后面的 饶意友情界 我光是要饶意友情 要执行饶意友情 借交代的那些 立众生的行为之前 我先把很多自己的律仪界 我这个不要做 那个不要做 这个范威仪 那个范界 这个律仪界 先做好 欲化众生 离二方能 为什么 因为我之前讲过布施那个道理啊 我今天没有办法布施 如果布施是一个色善法 很抱歉 我自己很拍过 我真的 你们看你们做我很高兴 我没有钱 我现在学生 我也没有钱 所以布施的善法 我知道 先放着 那真正能去帮助众生 那个柔意友情 我没有办法跟人互动 因为我没有善 我这个善法知道 我没有能力 我也没有办法去对于众生 那没关系 我就先从不偷道开始 我不偷道就在讲第三个 我就在立众生开始 因为我不会 我不会因为自己穷苦 而去偷众生的钱 那众生 因为你做人清白 所以他对你很相应 所以他就相信你 他就欢喜你 这个就是度众生 所以举这个例子来讲 然后万一你这个人又学佛 你讲的道理他又听 那你就是度众生 所以 不是你能不能做布施 你穷不穷的问题 是你自己 是一个洁身自爱的人 所以欲化众生 离二方能 故受律义 你看看 你就是把自己做好 你的厌有为求佛制化众生 就是因为你 就是一个乖乖牌 老老实实 把持戒 把自己做好 而且你持戒 不是只交代那个五条大戒 你的五条可以变成十条 可以变成一百条 因为你的心细到 真的是饶有情 像今天我前面坐高铁的一个老先生 大概六十几岁 所以 起来的时候 椅子 靠那个 然后那个 也把旁边那个 他不是他坐的 也把他靠正 你看 他是为下一个人想 那今天师傅 刚好相反 我要去入座的时候 我那个座位 桌子也放着 卫生纸也放着 那椅背也是躺着 所以有这种人 可是戒律没有交代 你要做这个事啊 是不是 色律你可以做到很细的 那么这个概念 那底下一样的道理 那就单一 就来看色散法这件事情 那有的人就会 好好好 师傅我知道了 我现在就是 开始持无戒就好了 色散法饶有不管了 你产生这个执着的时候 我第二句要再告诉你 好啦 你说你要厌有为 那你只是一直在那边 很苦苦的持戒 但是你的业性 恶性 习气就很强 或很多道理不懂 所以你要厌有 因缘所生法 这个厌力性要出来 你没有听经文法的善 行不行啊 你讲破头 你还是在你的业性 恶的观念里面转啊 是不是 所以又厌有为 非善不治啊 所以就有四正情那件事情 你以生恶 不要再当起了 未生恶好好护着 以生善要让它增长 未生善要赶快学习 它的这个四正情是帮助你 断耳修善它互为增长的概念 恶减损一分 善增长一分 所以你要有人减损二 善就会增长 那你善努力增长 二又有能力再减损一分 它互为增长 所以这个这两段 就是这个四正情的概念 所以这第二段 我们把它看完 那你要色善 为求佛制 所以很多人说 我要我要往生净土 往生净土 可是它却不乐意 像阿弥陀佛的本愿 它是不可以少善跟福的因缘 它叫一点点就好 殊不知念佛法门 它是很多种善因缘 跟诸善善集合的 持戒也一样 修道也一样 你说我要求佛制 佛哪里是那么单薄的善 所以求佛制 它是种善因缘的集合 非善不成 那故须色善 所以你从念有为的角度来讲 从求佛果的角度来讲 都是要种善因缘 那未念众生非善不救 所以念众生 你不是只给它好处 给它救急就好 你要很多善法要加注于众生 是你必须要懂很多善法的操作 才能利益它 你不能只是给它东西而已 你这个众生能不能离苦 不能一直给 你要教导它对的观念 所以念众生非善不救 故须色生 那后面三句我排版没排好 后面这三句 从这色生的角度 又念有为 读善不去 故须色生 所以念有为 如果从色众生这个角度来看 你要 里面要有念有为心 那念有为心 单一的善 不可能 所以单一的善 你就不能 所谓的你的断恶修善 厌有为是要断恶 那断恶 你必须要有众善条件 那众善条件在哪里 就在众生身上 你的慈戒是不是有对象 你杀身 我可以不杀家人 但是仇人我可以杀 这样对吗 不对 所以众生的不同的善恶类别 所以依一个出来的时候 你那个不杀身戒 不偷盗戒 就越来越广 越来越广 越来越细 越来越细 越来越亲近 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念有为 读善不去 需要从众生里面去练习 故须色生 看起来是在色众生 事实上是在帮助自己 一样啊 佛从众生边成就的 为求佛制 读善不到 所以这边都在讲 众善因缘 故须色生 求佛制也好 你要持戒 要断的亲近也好 都需要从众生边去练习 那最后 为念众生 必须邀起 以法色取 故须色生 所以第三个是在讲 确确实实有个众生 等着你度 你不能再轮回了 所以必须邀起 就是最后要有个力量 我沉沦 某一类众生 是跟着我 得不到 得度因缘 有类众生 正在等着我成佛 他会跟着我成佛一起成长 邀起 就是你 你不能够一日 过一日 年复一年 生生世世再轮回来 你要勇猛 必须邀起 邀就是誓愿 我这一期要承办什么 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你发愿成佛就是一个邀起 生生世世 世世常行菩萨道 邀起 我今天一日一夜 受八光灾戒 邀起 邀起 我一天的戒 把一天的做好 这一期的五戒 把这个 这个 这个 进行受 这一期生命 我五戒要受好 那菩萨戒 我希望每一次做人的时候 都是受到菩萨戒 这个就是邀起 你有个誓愿力在这边 所以 上书的三心 所以是菩萨的戒 因 因地里面所发起的 种种的心 但你在受五戒的时候 在三规的时候 就要依这个观想 来纳受戒体 所以这个观想 是个观念上的观想 不是在受戒当下观想而已 受戒的观想是 人家似乎在车上写 宏一大师那三八段 是在当 在现场 确实要观想的 纳受戒体 那这个部分 的纳受戒体 应该是人家平常 就有这个观念 就导正了 生起随行 见能令心宽广 以作为他日菩萨戒的方便 所以现在上的课 就是在各位的地基 我们这边 可不是要盖透天的 我们这边要盖社区的 盖大楼的 该利益众生的 所以这地基慢慢盖 做大做广 这个就是你的心体 要广大 那么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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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